好,各位亲爱的家人,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打开心灵的锁食时间 我们这个系列专题,道人生导航 带领大家一起来找到我们自己内在的妙智慧 开启我们内在那一盏明灯 用这个道,用我们的自信、本性来引导我们的人生 那有的人一听可能会说 这个你刚刚一下有讲道,又讲自信,又讲本性 常常又讲这个佛性,到底道是什么? 道无形无相,或者说你特别我们要去形容它 你可以说它是圆的 有的人从这个角度看,有的人从这个角度看,从这个角度看 那不同的角度看到,就给它一个不同的名词 不同的角度看到是这个道的不同特性,或者不同面貌 所以佛家说讲佛性,因为他从佛的角度来看 好,儒家讲本性,就是自己的这个本来 好,那也有像这个圣经里面用孩子来比喻 道德经里面也用赤子之心来做比喻 甚至有用水来做比喻 用孩子来比喻,代表他的清净柔软 用水也是清净 那再来就是他的随缘旧方 水的妙智慧 道德经里面讲上善若水 道家用原神,神在形容他的通达变化 原是本来的意思 那我们讲道,道理 就是从理的角度来看 它是符合天理的 符合人内在有性理 性理里面有德性 孝替中性理义连耻 这都是理 所以人和性理就是做的事情 符合孝替中性理义连耻 就合天理 那物有物理 因此从不同角度可以来看 可以给他一个名词 因为为了要认识他 所以会看到他的不同的特性 但其实这些都是相通的 相通的 合理的才符合佛性的 合理的和道理的 才符合这个本性的 都是相通的 都是相通的 好 那问题是这个本性 看看不到 摸摸不着 人家说 进入火里面 它也不会烧掉 掉到水里面 也不会溺斃的 那个是无形的本性 无形的自性 不会坏的 不会坏的 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去认识它 学习去感受它 学习去保持那个状态 常常保持在那种妙智慧 清静的状态 那很自然 我们的世界是光明的 我们的人生也会越来越幸福 所以每个礼拜开始 我们都会邀请各位前贤 跟着后学一起 来寻找自己内在的妙智慧 让这个妙智慧显现出来 尤其当你已经开完智慧了 你就知道 等一下我们在静心首选的时候 怎么把念头守在 我们明师一指点的地方 那瞬间杂念就会不见 万念归一 一再把它放下归于五 这个清静自在 跟上天自动连接感应 上天的灵会给我们的灵有感 这是灵感 你自然不是靠思维 不是用想的 你就会知道解答 知道方向 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那个契机 那个灵感自动就会有 这是很奇妙的 只要我们一心一念都是真诚 清静 跟上天保持链接 自然那个灵感会不断 不会连续 不会断绝 不会断绝 就像GPS卫星在导航 导航我们的人生 到了十字路口 尤其人生的十字路口 你就会知道 应该转向左边还是右边 或者是贵人就会陷在你的前面 只要我们保持真诚 保持真诚 就会有这一种感应存在 好 现在请大家把身体坐正 然后双手手抱和同 放在我们的胸前 肩膀放松 如果我们肩膀很紧 不知道怎么放松 那就把小腹稍微内缩 但是头一样摆正 头一样摆正 等一下眼睛八分闭两分开 意念守在我们明师一指点 玄关处 想着那个地方 先想着那个地方 把千丝万念收回一点处 一点处 随着音乐 我们来做静心首旋的动作 我们轻轻地吸一口气 慢慢地吐出来 再轻轻地吸一口气 轻轻地吐出来 再吸一口气 轻轻地吐出来 调整身体的坐姿 坐正 让身体找到一个轻松平衡的姿势 不要太前 不要太后 脚底板放松 膝盖放松 后面 肩膝盖放松 手腕手肘 手放手 面带一下 意念轻轻地守在 我们老师为我们一直点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默念真经 在心里一次一次地轻轻地念 全身放手 手放手 神仲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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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画 你感觉心有凝ge 我把手放在所有面上 里面 都放下了 就什么都不要想 就什么都放下来 就什么都放下来 我们轻轻地把眼睛张开 好 双手借后学 我们掌心搓热 好 然后我们的掌心 捂住我们的眼睛 深吸口气吐出非常舒服 再一次 搓热 好 从我们的额头往后梳 然后掌心捂住耳朵 吸一口气非常舒服 所以每天 你可以至少用一次 有时间两次三次没关系 五分钟就好 五分钟就好 我们白羊起火蝉 五分钟静下来 归零一下 思绪沉淀一下 这样就够了 接下来我们是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完成自己的责任使命 尤其是做普度众生的事情 我们这是白羊起的火蝉 五分钟静下来 其他时间 在行住坐卧 记住这个静下来 然后这个本性清静的时候 那个状态 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带着我们的本来 纯真纯善的面目 去应对日常生活中的人事物 这是把道融在我们的生活中 然后把我们听到的道理 应用在接待人事物的过程 把它实践出来 实践出来 这个是火蝉 白羊起的火蝉 白羊起的火蝉 好 那么回到我们这几个礼拜 一直在谈的 《孝经》里面开宗明一篇 身体法夫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时也 立身行道 阳明于后世 已显父母 孝之中也 我们谈到立身行道 阳明于后世已显父母 孝之中也 不止我们自己立身行道 我们也度化我们的父母 带着我们的父母一起来立身行道 那万一我们父母已经有的已经过世了 离开我们年纪大了 离开我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好好来修办道 如果我们的父母过世的亲人 他还没求道 我们可以透过超拔来度化他 度化他 让他不必在地府受苦 可以回到礼天 跟我们一样一起承先作福 承先作福 好 那我们这个礼拜继续谈立身行道 阳明于后世已显父母 这个是孝之中也 尤其后学要特别强调的是 不只是我们自己来立身行道 来修行 我们带着家人父母 父母也好 孩子也好 全家一起修行 这个叫齐家修 尤其对父母 我们讲对父母 孔老夫子有讲过 今知孝者是未能养 至于全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 两千年前 两千五百年级 就这样跟我们讲 就是所谓的孝顺 一般人以为是 我只要能奉养父母 给父母吃这样就好了 至于全马 那如果只是给父母东西吃 不要饿着 那我们对待狗 对待马也是这样 也是在养 不敬何以别乎 如果我们对父母没有敬意 没有恭敬心 那跟养狗养马有什么不一样 另外 后学要再谈后学的感触 除了这个奉养 其实 有时候当我们 我们说三四十岁 甚至是四五岁之后 当我们四十岁以后 父母也进入老年了 万一有一些父母比较晚结婚的 那等于三十岁 父母都退休 进入退休六十几岁 六七十岁的也有 像后学的父亲七十几岁了 七十八七十七十九了 这几天他去柬埔寨 参加我们柬埔寨道场 和弦佛堂和弦书院的落成 等一下后学会播放这个影片给你看 很感动 那后学的母亲 就跟后学缘分比较浅 相距的时间比较短 她在后学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过世了 她得到癌症过世 很感恩的是 后学的母亲 后学有带她来求道 然后后学母亲也是很快的就明理 她就亲口吃素了 而且有空的时间都来佛堂帮忙 也来行功了愿 至少她有亲口如素 她回到天上是有连台有果位的 那么当后学的母亲 就是当时卧病在床的时候 后学感触很深 她是癌症过世 末期的时候身体真的是会疼痛的 那后学读中兴大学 我们家住沙路 那时候住在家里 就骑着摩托车到台中中兴大学 大概四五十分钟 骑摩托车来这边读书 下课回去 后学的母亲住在一楼 我们家是三层楼的房子 那当时后学的姐姐很辛苦 她辞掉工作 照顾后学的母亲 也是很感谢后学的姐姐 她就说妈妈又今天身体不舒服 那当然后学就回去看一下母亲 看她也是在床上呻吟的 但是该看医生该吃的药都吃了 人家说有什么偏方 我们也去想尽办法了 当时年纪也是比较小 二三十年前了 说真的很多我们也不懂 那你身为一个孩子 我们身为一个孩子 看到自己的母亲在那里病床上 我们心里也是很痛啊 也是不舒服啊 也是会难过啊 可是你帮不上什么吗 就是问候一下 看有什么能吃的 能看的医生手术都做了 什么都做了 那时候后学 我们家三楼有佛堂 就到楼上献大法香 点佛灯献大法香 然后在佛前就是一万扣手 扣手一万扣手 一万扣手大概要扣四五十分钟 扣完我自己也满身大汗了 然后再到楼下看后学的母亲睡着了 那自己就很安心 能睡着就是身体不痛才会睡着 所以感恩仙佛慈悲 就是减少后学母亲的病痛 所以这个是我们家里有安设佛场的好处 我们有遇到什么事情 当求助无门 我们当然就祈求先佛 能看医生我们该看了 我们该做了 该吃了药 该做了就做了 甚至人家 什么直销什么偏方 我们也都试了 这个有经历过亲人 这个病痛的人 相信都有这些经验 反正有什么一线的希望 你都有可能会去试 好 都会去试 好 这个是一段 那后学要谈的是当下后学的感触 我说我今天很孝顺 可是当我们看着我们的亲人在那里 尤其是父母在床上痛苦的时候 好 我很孝顺 我跟我的妈妈说 妈妈 你今天不要痛 让我来这个床 让我来躺 让我来为你痛 你说可能吗 一天就好 一天 你今天不要痛 今天我为你痛 可能吗 一天 不可能 不然说一个小时 我为你痛 不要说癌症 今天妈妈感冒喉咙痛 然后你说 妈妈 今天你休息 今天我替你喉咙痛 可能吗 一天就好 不可能 一个小时 可能吗 不可能 一分钟 一分钟就好 可能吗 连一秒钟都不行 那我很孝顺啊 连一秒钟都不行吗 真的就不行 顶多你只是能够 我帮你按摩一下 我帮你抓一抓 我帮你怎样 希望能减轻她的疼痛 可是只要有一分的疼痛 都是给她自己承受 那我们孝顺 能孝顺什么 她真正在苦的时候 还得她自己苦啊 苦业还得她老人家自己承担 所以孝老父子跟我们讲 立身行道 立身行道就能够行功立得 让功德回向 让先佛保佑 减少我们父母的苦业 苦业不要那么多 人生自古谁无死 但是能够减少苦业 要离开的时候 能够减少这个病痛 因为我们讲生老病死 要离开之前 大部分都会有病 年纪大了都会带一些病痛 年轻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说真的都很辛苦 那我们立身行道 就是行功立得 用功德来回向 让我们的父母身体健康 心情快乐自在 有信仰有依靠 后学觉得这个很重要 接下来就讲后学的父亲 后学跟父亲的缘分比较深 父亲现在身体都很健康 后学很感恩的就是 带着父母带着后学的家人 来道场修半道 所以我们一家能够志同道合 走在从一条路上 那理念就会很契合 后学有讲过 后学的父亲 现在是全心奉献在我们白杨山 整理那边的环境 然后雇好那片土地 那边我们白杨山圣地已经动工了 他已经住在那里 快十年有了 我看十年有了 然后呢 他有道可修 孩子也都在修道 不用他超凡 后学就跟他说 你每天做的 你这个除的草 然后维护这里树木漂亮 然后种的果树都是给佛堂 都跟众生结缘 而且这个地方活动会越办越多 人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热闹 那你的后半段最后这一段人生一定会越来越光彩 他听了很高兴 很高兴 前一阵子是种木瓜 上个礼拜我们去白杨山 后学陪护驾枢纽去这个白杨山看这个白杨山的情况 要走的时候他说 这一笼木瓜 一笼木瓜很重 一颗一颗很大颗 带回去佛堂跟大家分享 拿回来拜拜拜几天之后 切开一吃 每一个人都说怎么这么好吃 因为很甜很甜没有农药 白杨山圣地种的东西没有农药 那种木瓜的香跟甜 真的现在想起来都流口水 很多人都吃到很好吃 而且一颗一颗都很大颗 那个不知道谁给他的品种 就是木瓜是矮种的 没有很高矮的矮种的 然后果实累累 这么高而已 但是结满了一堆 有的都十几颗的木瓜挂在上面 他很高兴啊 因为他种的东西可以跟众生结缘 可以跟众生结缘 再来 这一次 现在他人正在柬埔寨 我们柬埔寨的和弦书院落成 我们台湾有祝贺团过去 去恭贺他参加这个祝贺团 后写就跟他说 趁你还走得动的时候 出国去走一走看一看 后写的父亲很喜欢 去到处走一走看看 78岁79岁了喔 虚岁79了喔 身体还很健康 比我还健康 真的还能爬树 白杨山的树他还是能够爬上去割 割树枝还跳下来 很厉害 很厉害 他每天早上还有黄昏 拿着一个这个竹棒 竹棒白杨山割的那个竹棒 我说你是丐帮帮主吗 拿着这个竹棒 因为那山上有时候有野狗 他说房生啊 他是绕着白杨山一大圈 走一圈大概我看将近一个小时 早上走一次 傍晚再走一次 所以身体非常健朗 非常健朗 所以后学很感恩就是 因为我们来修道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多到这个年纪 没有什么杂念 心里很清静很单纯 然后就是付出 然后有体力能在山上做事 累了就睡觉休息啊 然后每天顾好这一座山 也健康了自己的身体 我们这一次这个访问团 现在都很方便喔 都随时有相片有影片喔 反正LINE群就会看到 他人在柬埔寨 我现在可以看到他的相片跟影片 后学是很高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到机场 到机场 人家帮他拍的特写 到机场 这个是年轻的同修 后学没办法跟他去 因为台湾还有工作 但是我们年轻的幼稽前选 跟后学的父亲同一组 拜托他照顾好后学的父亲 他也很高兴 结果他说 我爸爸体力非常好 体力非常好 你看一下 他们去参加我们和弦书院的落成 那落成之后 我们是有旅行社来包办这个行程 就是到吴歌窟到哪里去走一走 因为和弦佛堂是在吴歌窟 我们金边也有佛堂 和弦国际学校 开中文学校 然后包括和弦佛堂 我们也是在这里 在那里开中文学校 等一下后学又讲 我们的梁副领导 还有佟老师佟经理 他们真的也是在立身行道的榜样 70几岁了 比后学年纪的爸爸年纪少几岁 但是那种精神 他们两个是企业家 也赚了很多钱 然后也付出在这个道场 财师法师无畏师三师并行 包括他的孩子也都在这个道场服务 所以一家修半道和乐融融 一般人认为的七十几岁退休要休息要享福 但是修道人没有退休这两个字 是人生的意义继续的前进 继续的累积继续的追求继续的奉献 保持那个体力精神状态炯炯有神 接下来这个几秒钟的影片是 后学的爸爸我们一整团 他们一整团去参加完 吴歌窟这个和弦书院落成之后 结束之后就行程继续走 他是走在我们这一团 将近二十个人的最前面 见步如飞 因为他每天都在白阳山上上下下走来走去 这根本对他都是小case 那些年轻的同修老师都说自探不如 自探不如 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 后学看了也很高兴 你看他背着背包 79岁老人家 背着背包 速度很快 超车 超车 你从后面看 有像79岁的老人吗 再看一次 这背包后学为他准备了 带着运动鞋 这也在山里面 你看超车 完全不像79岁的老人 所以 上个礼拜后学有谈到 一般人认为的退休 我要休息 我要怎样 可是修道的人 当一旦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 找到修道的价值 就觉得这是一条可以一辈子往前走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服务 我们在付出 我们没有糟蹋我们的身体 我们没有浪费我们的时间 反而我们的身体保养的更好 像大的苏鸟一直引导我们的 要运动 要健身 他以身作则 71岁 头马比我们还白 身体 比我们还健壤 我们年轻的都跟不上他 那种精神 那看后学的父亲 清心寡意 然后每天在山上行五味食 付出 也会度人 也会度人 行功了愿 然后你看他的身体 比年轻人走路还快 放很有节奏这样 一步一步大步往前 没有说到79岁了 你能真的能够这样子 那种走起路来很有弹性 身为孩子的我们真的感觉很幸福很感恩 接下来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和弦佛堂和弦书院落成的影片 我们的梁副领导 他跟苏鸟同年71岁了 还有我们的他的夫人佟老师 包括当然还有我们几位老师 他们到柬埔寨去开荒传道 普渡那里的众生 开中文学校教导那边的小孩子 学中文 然后教导他们读经 读弟子规 然后把这个佛堂的道理也带过去 跟那里的众生结缘 救渡了很多众生 从这个影片里面 尤其或许看到其中一段 要剪彩 贵宾剪彩的时候 我们的同经理 那都已经是阿嬷级了 都差不多70岁了 他在指挥啊 谁排哪里 谁排哪里 你看这个动作很轻盈 就不像 不像那个已经70岁的老人 你一点感觉不到那是70岁的老人 很有活力 很有活力 他每次回来台湾 他都会说 我每次回来台湾 就觉得好像身体就懒懒的 就没有缘起 但是他一坐飞机 回到柬埔寨 一落地 他就觉得整个人身体精神都来了 精神都来了 所以 这种找到人生的意义 跟目标 跟使命 就让人的这种朝气活力一直延续 一直延续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 刚落成 我们柬埔寨在吴歌窟的这一个和弦书院 我们在金边还有一个和弦国际学校 那更大 更大 这一座书院是粉红色的建筑 也是我们很多的同修前弦 出钱出力 共同去把它完成 相信 这个书院是可以培养好多 这些柬埔寨的众生人才 我们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捡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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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山国潭 何捡火山 何捡火山 毅 打击的人 路不迈 有爱没有灾 有爱无伤害 有爱花以外 有爱无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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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护的灌溉 发心满胸怀 对写想如意在 一段时期安排 一段时期安排 好 然后以及 好 以及我们的英语代表 Judy成 有爱勇敢花出来 有爱大家一起来 有爱是如何明白 有爱都是应该 承计承认且戳揣 打击的人不不耐 有爱没有灾 有爱无伤害 有爱花以外 人生路过云间日开 修道路火摇通四海 穿得无阻碍 穿得无阻碍 替护的灌溉 放心满胸怀 放心满胸怀 我们叫书在书 爱无阻碍 我们叫书地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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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书顿层 我们的温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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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书地匹 爱满的世界 无数爱 不要爱 世界尝试 爱是谁 只想留意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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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感情有你 世界都美丽 谢谢大家 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个是他们当天落成大合照 你看这么多的小孩子 看到这些小孩 看到这些学生就看到希望 所以我们道场一直在做教育 到那边中文教育 德性教育 读经教育 栽培一批一批的好人才 然后彬彬有礼的这些人才都起来 那我们看一下 照片这里 这里 看一下 这一位是我们的梁副领导 梁副领导 这个梁副领导 这是大老板 大老板 他们的企业家里是做钩子的 做得很大 现在是我们的领班 梁一鸣 梁老师在接 那这一位是我们的佟老师 是梁副领导的夫人 两位去到柬埔寨 已经是退休 企业都交班给下一代了 但是他们去那边 把这些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孙子 出钱出力 劳心劳力 奉献生命中 我们梁副领导都说 我再拼 给我拼十年 我就很感恩 他要把最后十年的生命 最后这一段发光发热 做好传承 把这些孩子 把我们当地的老师栽培好 栽培好 那后学相信 他有这个善言 相信上天不会只给他十年 会有第二个十年 第三个十年 第四个十年 因为有怨就有利 因为当看到他们 尤其看到我们的佟老师 我们的佟经理 你看那个刚刚的影片 露成要剪彩的时候 他的指挥 充满活力 充满活力 他们已经在金边盖了一所和宣国际学校 也是好几百个学生在那里上课 然后现在是吴歌窟 又一个书院的落成 还有其他各省 他发愿要在柬埔寨各个省都设立书院 都设立书院 所以当一个人找到人生的意义跟目标 那你每天是很忙碌的 每天都有新的东西 有新的计划 新的想法 一步一步的去实践 当然遇到困难 但是你就会有这个idea跟灵感跟契机 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困难 那这样怎么会老 你每天都有新的挑战 然后新的月景 新的希望 你会觉得充满活力 会觉得充满活力 所以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第一 我们自己努力来学习 努力的跟着圣贤的先佛的脚步 一起来做 第二 带领我们的亲人父母亲 尤其父母亲还没有求道开智慧的 希望我们一定要引领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孩子家人一起来学道 一起来开智慧 大家志同道合走在修办道这一条路上 一定会有幸福的家庭 健康的身体 有意义的人生 祝大家 发喜充满 合家平安 身体健康 谢谢